第四十八集 杜钦诚知道大爷爷心中所虑,安慰说道 大爷爷,您放心吧,一路上很安全的 我那朋友是从带新兵去西北,一共有好几百人呢 哪个土匪敢打劫啊 回来的时候,只要我们在西北等半个月 我那朋友就带退役的老兵回乡,也有不少人呢 原本杜钦诚还想雇佣两个标诗呢 被武大人拒绝了,说这是多此一举,没有必要 来回都跟着他,只要交食宿费就可以 保证让他们安全来回 听了杜钦诚的话,杜老太爷放下心来,微微笑道 那就好,那就好 既然一路上安全,但毕竟出门在外 带一把家乡的土,可以避免水土不服,这个你是知道的 对了,山高路远,上千里路 你去李郎中那里,抓点治疗风寒,拉肚子,驱蚊虫,精壮药,多准备一些 以备不时之许 是,是,是,太爷爷 杜钦诚记下杜老太爷的阴阴嘱托 临出门之前,居然有点恋恋不舍,不想离开 在家千日好,出门晚事难 多准备一些,总没有坏处 杜老太爷提醒道,让杜钦诚记住,不可大意 杜钦诚连连点头,谨慎说道 大爷爷,我们去接大山,我家里还有大山七小 麻烦大爷爷您关照了 放心好了,我们不出度假村 那王主博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杜老族长只有一套躲避风险的办法 心有对策,安慰度清晨,让他不要担心家里 那就好,若是那些不知所谓的人欺上门 若是挡不住,就别硬撑,等我和大山回来 我虽然是个秀才,但还认识一两个人 我已经给他们去信了 有事,您老可以去派人找他们 再者,大山现在虽然失忆了,但身有官职 正八品的把总呢,比那王主博还高一级呢 杜钦诚临走之前,交代好一些,才能放心上路 什么 这下换杜老太爷吃惊了 你说大山现在是官身了 杜家自从前朝从南方逃难到此 穷困潦倒,饭都吃不饱 哪还有人读书啊 杜家族谱上牢牢记载祖宗们的风光 曾经是前朝官拜一品的大官 可那都已经是历史了 杜家上百年没有当官的子孙了 杜钦诚点头道 是的,大爷爷 和住扎在府城的把总平级 手下就上千人呢 所以没必要怕王主博 只是我们还没到家 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一切小心为上 杜老太爷摸摸胡子 若真是这样 那就更没有可怕的了 好 我知道如何做了 杜老太爷胸有成竹 不光有自信对付那些不知所谓的人 而且还能好好筹谋一下杜家的未来 杜钦诚从老族长家里出来 便去了李郎中家里 买了好多药 以免在路上生病买不到药 杨氏虽然想跟去 但一路上都是女人 他却不合适 杜郎作为长子 而且和丈夫长得非常相像 所以便让杜武郎跟着 接到杜钦诚的通知 杨氏便让杜武郎把娘家人 杜钦诚 杜大勇 杜长新 要去的人叫了过来 大家吃顿饭 给他们践行 杨氏再一次感谢众人 拿出五个十两银钉子 交给杜钦诚 让他路上打点 弟妹 这钱你收起来吧 我身上有钱 杜钦诚不想接受这些钱 担心万一把杨氏家里的钱 全部拿走了 这娘几个也没法生活了 杨氏见杜钦诚如此 立即解释道 大哥 家里还有钱 够生活的 你们是为了找回大山 千里迢迢赶路 非常累 几个人路上的花用 怎么能让你们出呢 杨富贵知道杜钦诚有情有义 但这银子一定要出 道 秦城啊 这钱收下吧 你不要的话 五郎娘心里不安 杜钦诚见杨富贵都说了 便接过银子道 好 这钱我收着 大不了路上花她的钱 回来的时候 用这些钱在西北买点当地的特产回来 分给大家 杜钦诚收了钱 大家又开始吃菜喝酒 心里高兴 喝酒更加有兴致 杨氏还给了杜五郎二十两银子 几两碎银子和铜钱 也给娘家大侄子准备了一份 出门在外 穷家富鹿 在家里没钱还能活 可在路上外地 举目无亲 那就可怜了 杜九妹和杜七妹两人 给哥哥做了很多猪肉干 给一行人带上 若是在半路上吃午饭 完全可以把肉干放到水里煮煮 不仅有肉吃 还可以有汤盒 杨氏娘几个忙忙碌碌 杜五郎却跟杜长河告辞 虽然不想去 但为了所谓的名声 杜五郎不得不咬牙面对那些人 那日 自从杜五郎杜九妹 说爹爹还活着之后 大宅再也没人来他们家里 一时间安分下来了 这个时候 就看出一家之主的重要性了 杜大山活着 那些人的态度 立马就不一样了 过年之后 杜大海带着家人回到县城 只有杜长河和杜婆子 留在家里 城里都是床 没有炕 老两口撑不住 所以一直没去 想等暖和一些 再进城享福 在村子里 因为有了钱 吃得好 穿得好 杜婆子经常去村口大树下 和村里人聊天 唠嘚 听着别人的恭维和羡慕的话语 总能让杜婆子心情愉快 一整天 杜长河都没来问问 什么时候去找杜大山 假装不知道 村里最近讨论最热乎的事情 我爹过去了 你爹若是活着 会回来的 杜武郎从鼻子里哼了几声道 我爹只是失忆了 我们不去找 他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别人不关心他的死活 但我们做儿女的关心 爷爷 您放心吧 我会把爹爹找回来的 杜长河被杜武郎的话 堵得面红耳赤 按理说 应该是他组织人去找三儿子的 可他心虚 一直没敢 只得乐乐说道 那你路上小心点 我等你们父子回来 我知道 爷爷 我明天早上直接走了 就不来跟您告辞了 杜武郎低着头说道 不想看爷爷那纠结的表情 因为他越来越讨厌 没有主见的爷爷 若是大爷爷 是他亲爷爷 有多好 那好 杜长河想声道 就没说给点钱 路上买点 吃的 喝的 用的 直到杜武郎走 杜婆子都没从屋里出来 反而静悄悄的 这很反常啊 等杜武郎走后 杜婆子才从屋里出来 面上颇有几分不安 老头子 若是大山回来了 不会 杜婆子说话断断续续 之前逼着杜大山去西北 说好要照顾杨氏等人的 现在分家出来了 认谁都能想出来 是怎么回事 杜长河知道三儿子的性子 虽然很孝顺 但并不愚孝 大山自己可以吃苦 但却不接受七小兽委屈 现在知道当初做得过分啊 杜长河冷哼 时宜至此 也没必要多担心 大山失去以前的记忆了 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 杜婆子一听这话 很是高兴 不记得以前的事情 那真是太好了 道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这几天心里 青上八下的 吃不好 睡不香 跟你说你能怎样 最近给我老实点 别整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等大山回来 不好交代 杜长河提醒说道 就怕这老婆子一不高兴 又去找杨氏麻烦 虽然闺女和女儿 在县城里有几分脸面 但也不能仗势欺人 尤其是欺负自家人 杜长河现在 也被杜娟 杜四妹 送来的东西 迷花了眼 心安理得的 接受了这个现实 内心里 甚至认为 这是他们家的大机遇 杜婆子翻翻白眼 嘟囔了几句 便转身进屋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杜长河没有猜到 他正准备收拾东西 去县城过好日子 到时候 即使杜大山对他不好 他还有其他的儿子呢 杜武郎背着行囊 在杨氏等人注视下 跟着杜青城坐上了马车 前往县城 直到看不到车子的影子 才缓缓转身回家 娘 您别担心 去了那么多人 一定可以把爹爹带过来的 杜小妹安慰 心情有点低落的 娘亲杨氏 杨氏抹抹眼泪 道 对 这是好事 杨氏跟大勇媳妇 打了声招呼 便带着孩子回家 已经到了三月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 地上长了好多野菜 杜小妹经常 跟着杜七妹去挖野菜 这日休暮 杜八郎哪儿也没去 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 帮着姐姐妹妹 在后院翻地 施了肥 准备继续种西瓜 正在三人 累得出汗之时 阮二带着阮后军来了 哎呀 除了阮浩君 其他人都很高冷 这阮二很少露面 不过一露面 保证有事 桃花谷里的桃花开了 现在可以做桃花酿了吗 阮二直接问道 他已经喜欢上桃花酿的味道 今年看到桃花开了 便迫不及待地 过来找杜姐妹 阮二观察得非常清楚 这年五个 不是年纪大的杨氏和杜五郎聪慧 而是这个杜九妹最聪明 最有主见 杨氏听了笑道 啊 既然桃花开了 我们下午就去采摘桃花 只是家里没有白酒 五郎不在家 不好去县城买酒 不如你们两个买酒 我们今年免费给你们做 去年一年赚了这家人好几百两银子 杨氏 不是贪心的人 反正制作桃花酿 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 所以准备做个顺水人情 打好邻里关系 阮二见杨氏如此说 玄机说道 那好 我让人去买白酒 下午再跟你们一起去采摘桃花 放心吧 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 酿好一坛 我给你们三两银子 边上的杜九妹听到这话 非常高兴 不用瞎忙活了 杨氏杨氏就是太老好人了 凭什么要免费给他们酿酒啊 她的酒果可是非常珍贵的好不好 现在杜九妹已经可以肯定 阮浩君等人是在这里定居了 自然不会动不动就要弄死他们这些邻居了 所以杜九妹不怕他们了 阮二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当然也没有错过杜九妹的脸色 哎哟 这小丫头骗子见前眼开啊 这怎么好意思啊 杨氏寒暄道 不过人家硬是要给钱 他也不能拦着呀 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阮二说道 带着阮浩君离开 找人做事 自然要花钱 给谁不是给啊 阮浩君虽然一直在笑 但却不说话 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应该是美男孩 阮二从杜九妹家里出来之后 就派人在桃花树下 铺了很多干净的布 用来收集被风吹落的桃花 杨氏母子四人吃过午饭 便跟着阮二去了桃花谷 收集桃花瓣 杨氏还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象 落音缤纷 香气扑鼻 如此的美景印在了脑子里 等回去之后 她要做一幅有关桃花的绣活 做个大大的屏风 卖了一个好价钱 当然了 这是后话了 杜九妹这段时间 一直闷在家里 跟杜八郎在桃花谷里嬉戏 欢快的笑声传出很远 一边站着的阮浩君 羡慕地看着不断跑远的兄妹二人 从小到大 都是孤零零的 没有娘亲 没有兄弟姐妹 阮君 你来了 这边小溪里有很多小鱼 我教你抓鱼 杜八郎停下来之后 看到阮浩君并没有动 便开始叫阮君 阮浩君看了看阮二 阮二点点头 他这才走到小溪边 杜八郎给了阮君 一根削尖的木棍 说道 看到鱼之后 用力往下刺 就可以刺到水中的鱼了 那我试试 阮君没有做过游戏 这还是第一次 觉得非常新鲜 结果杜八郎 踢过来的一个 削尖的木棍 盯着水面 杜九妹在边上 拿着筐粉 自己也没闲着 准备用她的法子捉鱼 杨氏跟杜七妹 则是收集 落在布上面的桃花 听着小儿子 小女儿的欢笑声 他们的嘴角 也不自觉上翘 杜八郎今天 收获三条鱼 阮浩君 刺到一条鱼 至于杜九妹 收获九条鱼 而且个头还不小 原来杜九妹 在筐子手柄上 绑了一个杆子 在篮子底下 放了馒头渣渣 沉入水中 等鱼儿进入筐子 吃馒头 便从水里 把篮子拉起来 少则一条 多则两三条 杜九妹 每次都有收获 软浩君 看着杜九妹 抓了这么多鱼 就觉得杜九妹 特别聪明 和其他的小姑娘 一点都不一样 称赞笑道 小九 你真厉害 杜九妹 翻翻白眼 小九可是给家人叫的 你叫得这么亲热 做什么啊 不过这杜九妹 也只敢在心里 说说罢了 根本不敢说出口 分你几条 晚上回家炖汤喝 杜九妹 不敢把反感表现出来 反而还笑眯眯的 不能得罪金主啊 爽浩君一听 眼睛一亮 他若是带着鱼回去 而且还是自己抓的鱼 奶娘一定很高兴 多谢你了 爽浩君不吝 自己的感谢 杨氏杜七妹 收了两袋子桃花 已经过了两个时辰 天快黑了 便准备回去 若是不够 明日再过来继续收集 从山下回来 正好遇到阮武 带人拉了五六车酒 估计有两百坛 杜九妹家里放不下 阮武直接拉回家 阮君 你们先回家 吃过晚饭 我就去你们家 这的桃花还很新鲜 先给你们家 做了桃花酿 杜九妹笑道 家里的酒果树 长了不少酒果 可以酿造很多桃花酿 这些 她都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而不用担心 解释不清楚 这些酒果的来历 说到酒果 移植到外面 在泉水的浇灌之下 居然不惧天气变化 每两个月 就可以结出一批酒果 杜九妹 已经在院子里 移植三棵酒果树 收藏了不少酒果 都被杜九妹藏在坛子里呢 那好 在家里等你们 爽浩君轻声道 拎着杜九妹 分给她的四条鱼 进了门 回去要跟嬷嬷显摆 她刺到的鱼 把这几条鱼 送给你大爷爷 大奶奶 我们今天不吃鱼 杨氏觉得鱼很新鲜 正好送给大嫂 周氏熬汤喝 大哥走了 杨氏不时往大嫂家里 杜大勇和族长那里 送点吃的用的 感谢他们千里迢迢 去接丈夫 杜九妹一听 虽然有点失望 但也知道家里欠着人情 即使很想吃鱼 也没有多说 等明天再去弄一些 让娘亲给他们炖鱼汤喝 好嘞 小九 哥哥明天带你再去捞鱼 我们明天吃 杜八郎知道自己妹妹喜欢吃鱼 不希望妹妹失望 哼 八哥真棒 杜九妹笑道 又可以去桃花谷了 那个地方很美 回到家 母女三人做饭 等杜八郎回来 已经做好了面疙瘩汤 烫了野菜 做了蒸咸肉 一顿饭简单而又好吃 一家人吃了饭 拎着一整坛子的酒果 撬开阮浩君家里的门 整整两百六十坛摆在院子里 旁边的放了装满桃花的袋子 周嬷嬷听说杨氏辉带着三个孩子 过来帮忙 便出来招待 正好阮浩君 阮二等人吃完饭 一起过来 杨妹妹 今天要麻烦你们了 周嬷嬷上前拉着杨氏的手 很是亲热 平日里周嬷嬷也会来找杨氏聊聊天 算是熟悉 杨氏笑笑道 周姐姐客气了 本就是邻居 更应该互相帮忙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赶紧开始吧 那好 你们需要什么 尽管说 周嬷嬷很是高兴 那桃花酿非常好喝 以前滴酒不沾的 现在也喜欢吃饭的时候 喝一小杯 现在自家准备那么多酒 全部用来做桃花酿 每个人都能分到几坛 够大家喝的了 其实很简单 打开酒坛子 放一把鲜桃花 再放点碾碎的酒果渣渣 一斤酒再放一两双糖 没有双糖 一糖也行 杨氏解释说道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 如何做桃花酿 这都是杜酒妹跟她说的 借着她的口 说出来罢了 那么想要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